花莲市立幼儿园为了让小班的幼童了解妈妈怀胎十月的辛苦 特别让小朋友在肚子上装上了一个大气球 提醒小朋友不论是上课、吃饭、睡觉、上厕所、玩游戏的时候都要心心的呵护 就像妈妈在照顾小宝宝一样 不少小朋友们都大喊吃不消 但也同时深刻体验到了妈妈的辛劳 庆祝母亲节花莲市立幼儿园为小班的小朋友设计了有趣的主题活动 老师帮小朋友在肚子上装了一颗小气球 让孩子们体验妈妈怀胎十月的辛苦 都是你们的小宝宝哦 你们上厕所、吃饭、看书、操作、玩游戏哦 都要好好照顾他哦 你们坐下的时候要搬着肚子 好慢慢坐下来 坐着站起来也是哦 站起来你们也要这样子慢慢的站起来 不然里面的小宝宝会怎么样 掉下来 里面的小宝宝会掉下来哦 记得哦 记得哦 你们要照顾好你们的小宝宝 今天我们要当大肚子的妈妈一整天 除了装气球 还有找寻妈妈的照片 以及彩绘布提包 要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 我们还要来盖 送给妈妈的LV包包 妈妈里面要放什么 放什么 放钱钱 好因为妈妈很上班很辛苦 我们送一个给妈妈带起来好不好 里面要送给妈妈的礼物就是这个 你要把那个卡片做完 自己等一下剪好哦 剪完之后要把这个卡片起起好 所以给你用一个卡片 放进去你要跟妈妈说 妈妈母亲节快乐 小朋友们一整天要好好呵护肚子上的气球 不论是上课 吃饭 睡觉 上厕所 玩游戏 都必须小心保护 就像是妈妈在照顾小宝宝一样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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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